你竟然不愿意相信我 我愿意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 只不过这两天 婉儿的皮肤不太适 所以 我帮你涂 不用了 侯爷 你早就知道用的人 清泽半身不随 终于报告登场 侯爷 婉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请侯爷不要逼我 逼你 夫人 我 自己做的事 不敢承认 婉儿是被冤枉的 是不是大夫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婉儿愿意当面跟她对质 事到如今 还要狡辩 狡辩 侯爷 你是知道的呀 婉儿向来都对你忠心耿耿 自从你把婉儿娶进门以后 虽然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婉儿 但婉儿都觉得没关系 只要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婉儿就知足了 但是 你为了谎大夫人开心 就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 我婉儿的心也会痛 当年 我为了你连清白都可以不要 但你也丧鱼可以吗 当年受辱之时 真相究竟如何 你离家出走 你爹托我去寻你 结果遇到你受辱 我于心不忍把你娶进门 我于心不忍把你娶进门 你真如同表面上那么懵懂无知吗 聂丧鱼被鞭打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我 婚礼上是他捅了你 不是我 还是你自己扑上去的 不是 当年猎君土匪 是不是你找人设计的 婉儿一心下着侯爷 你整天跟大夫人耳拼死磨 婉儿还要装出一副 不争不抢温柔大度的样子 婉儿也是人 他念桑语 哪里逼得过我 如今已经证据确凯 谭香已经招过 今日就把你送回京 就要我大李斯处置 聂玉璇 你竟然不愿意相信我 我愿意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 眼够了吗 带走 是 走 刘雨雪 夫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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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谭香已经招了 是温婉让人在飞碗霜中下毒 想用此招 让你身败名裂 我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宁可 以牺牲别人的性命为代价 也要这样做 可见他有多恨我 他恨你 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我 如果我当初不把他举进门 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了 以前我们两家是市郊 自从我们家出事之后 先生有来往 但就在一年多前 他爹突然来找我 说温婉离家出走了 拜托我去山郊寻找 都去门外走 你别碰我 别过来 温婉离 林大人 我和我父亲赌气 便一个人跑出来 没想到遇到了山菲 我便被拖到这里来 我抵抗不过 被轻破了 我带了天生的匕首 所以真的没注意 便胡乱撕了他 怎么办 林大人 我杀人了怎么办 你是自我保护的 不会有事的 没想到 他居然有这样的过去 此事事关他的明解 所以我举他的原因 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明白 直到他私自吩咐下人臭你鞭子 我才逐渐开始觉得 他似乎没有表面那么单纯 我也是后来才想清楚这件事情 念在两家交情 原本想就算了 但没想到导致了浩雪堂大火 大火之后 我让人彻查他 没想到连受辱的事 都是他自己一手安排的 那个人不是山菲 而是一个无辜巧服 他对你的感情居然疯狂到这个地步 伤害了无辜的生命 这还是爱吗 不过如今证据确凿 他们自会受到惩罚 放心吧 不过你 以后不会有人再算起你了 别